你的光是我脚前的灯 又是我路上的光 你的光是我脚前的灯 又是我路上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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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兄姐妹平安 请我们打开约翰一书第四章 我们从十三节开始读起 约翰一书第四章 我们从十三节开始读 神将祂的灵赐给我们 从此就知道 我们是住在祂里面 祂也住在我们里面 赴差子做世人的救主 这是我们所看见 且做见证的 凡任耶稣为神儿子的 神就住在祂里面 祂也住在神里面 神爱我们的心 我们也知道也信 神就是爱 住在爱里面的 就是住在神里面 神也住在祂里面 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 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 坦然无惧 因为祂如何 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 爱里没有惧怕 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 因为惧怕里含着刑法 惧怕的人在爱里 未得完全 我们低头有一点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 因为你这一位伟大的神 居然愿意来到我们心里面 住在我们的里面 这是多么大的恩典 我们感谢你 你把圣经留给我们 让我们能够借着你的话 更多的认识你 求主祝福我们 在你面前一起的学习 但愿你用着这些圣经 在我们的里面 给我们真实的帮助 让我们在地上 无论经过什么样的日子 我们都能够享受你 同在的祝福 我们祷告 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名 阿们 我们知道这一段的圣经 最重要的重点 就是讲到神与我们同住 神住在我们里面 我们也住在神的里面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宝贵 也是非常非常真实的一件事情 老约翰在这里告诉我们说 神将祂的灵赐给我们 从此就知道 我们是住在祂里面 祂也住在我们里面 因为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 所以我们就知道 神住在我们里面 我们这个知道 是我们可以经历 是我们可以体会 是我们知道在生活中 我们可以享受神同在的时机 不但如此 因着圣灵在我们的里面 我们在生活的中间 也经历到 我们是住在神里面的 因为我们住在神里面 所以神成了我们的保护 神成为了我们的安慰 神成为我们的力量 我们实在是为着这么大的恩典 要感谢祂 所以在第十三节这里 告诉我们 圣灵 祂是在这里做一个见证 见证 我们是在神里面 神也在我们里面 第十四节讲说 父差子做世人的救主 这是我们所看见 且做见证的 不但是有圣灵在那里做见证 我们这一些人 也在这里做见证 我们见证什么 我们见证说 父差子做世人的救主 这一点我们实在需要神帮助我们 今天太多的时候 神的儿女以为在我们生命中 经过一些超自然的事情 我们觉得那个叫见证 我们病得医治 我们找不到工作等等 弟兄姐妹 我不是说神不给我们这个恩典 神确实实给我们这个恩典 但是那个不是见证 那最多是一个感恩的分享 真正的见证是让人知道 耶稣基督 让人知道父借着耶稣基督 多么的爱我们 让人知道说 耶稣基督到地上来 是要做我们每一个人的救主 这才是我们见证的内容 这才是我们见证的中心 然后第十五节 十五节这样说 凡认耶稣为神儿子的 神就住在他里面 他也住在神里面 凡这个字 真是非常非常的宝贵 因为这个字说到 whoever 任何一个人 不管你是什么人 不管你的背景如何 不管你的聪明才智 不管你的长相 不管你所拥有的是什么 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人 只要一个人 他肯承认 耶稣是神的儿子 神就给他一个恩典 神就住在他里面 听说这是多么宝贵的一件事情 神不挑剔 我们人肯挑剔 神不挑剔 神爱我们每一个人 所以任何一个人肯认 耶稣是主 神就愿意住在他的里面 这一个认这个字 英文是confess 就是在罗马书里面 第一章那里讲 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 心里信神 叫他从死里复活 就必得救 这一个认 是口里的承认 这不只是心里要相信 口里要承认 那这个口里的承认 所包含的意义 远远超过 我们只是在嘴巴上说一说 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 在当时 罗马帝国的里面 一个人是需要公开的承认 他效忠的对象是谁 那么当时 罗马的皇帝 要求他所有的百姓 必须公开的承认说 凯撒是主 承认凯撒是他们生命的主宰 是他们效忠的对象 今天有一个人 要公开的承认 凯撒不再是我生命中的主宰 是耶稣基督是我生命的主宰 这不是一件小事 这是要命的事情 这就说到说 认耶稣是主 不是嘴巴上说一声而已 这是从心里的深处 知道说这是真实的 并且我为着这样的承认 我是愿意付一切的代价 这才是圣经里面 所讲的认耶稣为主的意义 认耶稣是神的儿子 耶稣这个名字 他的意思就是 把神的百姓 从罪恶中拯救出来 这一个人 拉撒勒人 耶稣 他来到世界上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要救人 他是救主 而这一位耶稣 他是谁呢 他是神的儿子 他是神的儿子 中国人讲到神跟神的儿子 很自然的就想到是两个人 但是在犹太人的文化里面 想到神跟神的儿子的时候 他们很自然的想着是一位 这是一个很大的差别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的时候 我们读圣经读不懂的原因 因为在他们的背景里面 你如果家里生了一个小男孩 你可以说我们家里生了一个男的baby 你不能够说我家里生了一个儿子 他们家的男孩 什么时候才能够成为儿子呢 是有一天他长大成人 父亲训练他到一个地步 儿子的签字等于父亲的签字 儿子能够完全代表父亲的时候 父亲就会把很多亲朋好友找来 公开地向他们宣告 这是我的儿子 所以在犹太人的心目中 当你说这是儿子的时候 就说明这个是完全可以代表父亲的 一个人 我们必须从心里面知道 耶稣是神的儿子 他是那一位唯一的一位 可以完全代表天父的 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信念的时候 神的话给我们一个宝贝的应许 他说神就住在他的里面 他也住在神的里面 这一句话就告诉我们 当一个人有这样的信心的时候 当一个人有这样的宣告的时候 他这个人的生命就成了神的居所 所以神就住在他的里面 他就成了神的见证 好像旧约里面的圣殿 或者是旧约里面的会幕 神住在其中 而这个会幕 这个圣殿 他的功用就是向人见证神的慈爱 神的全能 神的怜悯 一个人在旧约的时候 他如果想要遇见神 想要敬拜神 想要了解神 他必须到圣殿那里去 今天一个人想要遇见神 今天一个人想要了解神 他必须到那个里面 有神居住的基督徒 以及基督徒的团体中间 十三节 那是圣灵在那里做见证 十四节 那是信徒在那里做见证 十五节 那里讲到说 我们宣告 耶稣是神的儿子 这个十四节的见证 跟十五节的见证是不一样的 十四节的见证是 从信徒的生命的经理面 透过我们的生命 见证给人看 十五节乃是在这里 人的口中的宣讲 宣告 承认 耶稣是神的儿子 这两样的见证 必须是相辅相成的 我们不能说 我们只有很好的生活见证 但是我们嘴巴不告诉人 耶稣是怎么一回事 我们也不能够就是 嘴巴上一天到晚跟别人讲 别人却不能在我们的生命中 看见这一个 耶稣基督的生命的宝贵 如果我们的话 跟我们生命的实际配合起来的时候 这一个见证才是真实的见证 这一个见证才会带下极大的改变 今天很多教会都在想 我们用什么办法可以传福音 我们可以用什么办法 办活动吸引人来教会 吸引人来信耶稣 弟兄姐妹 请你相信圣经的话 圣经里面的话说得很清楚 什么时候主耶稣基督被举起来 什么时候就要吸引万人来归向他 今天教会可怜的光景就是 我们想要在耶稣基督之外 借着活动 借着一些有名的讲员 借着会唱歌 借着好多好多的东西 甚至于借着给人一些精神的好处 要把人吸引到教会里面来 我告诉你 我常常跟年轻人说一句话 什么样的耳就能够钓到什么样的鱼 你如果想要用你的肉体 去吸引一个男孩子 你能够吸引来的男孩子 就是一个只会看女人肉体的男人 是没有内涵的 他是不会懂得真实爱的 同样的 今天教会也要认识这个真理 你用什么耳 你就会钓到什么鱼 这是为什么今天有很多的教会 人数是很多 看起来很热闹 但是弟兄姊妹 我们仔细地看到里面去的时候 我们会很伤心 为什么 因为这些人来到神的家中 他就是想要得这个好处 得那个好处 他所要的不是神的自己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是因为当初我们吸引他的东西就错了 我们今天需要用神的话去吸引人 我们今天需要用耶稣基督的爱 在我们生命中成为实际去吸引人 这才是教会真正成长不变的秘诀 十六节 神爱我们的心 我们也知道 也信 神就是爱 住在爱里面的 就是住在神里面 神也住在他里面 神爱我们的心 神是用什么样的心来爱我们 我们怎么能够知道神有多么爱我们 弟兄姊妹这个太重要了 神爱我们的心 我们之所以可以知道 是因为圣灵在帮助我们 是因为我们遵行神的诫命 是因为我们凭着信心相信神的应许 是因为我们在各样的世上 我们肯背起十字架来 让基督的爱 在我们的生命中成为实际 是我们肯为这爱神付代价 神爱我们的心 我们也知道 也信 这一个知道 我们说过 不是头脑里的知道 这一个知道 乃是经历中的知道 当圣灵在我们的生命中 做工的时候 他要做一个奇妙的工作 就是他要让我们更多的经历 神的爱 他要让我们更多的认识 这个真理 在信心中 因着对真理更多的认识 对爱更多的体会 所以我们的信心也会增长 所以这里在讲说 我们也知道 也信 这个信 就是因信 以至于信的信 不是说我们原来完全不信 不是 我们原来都信 但是我们那个时候信 信得很肤浅 因着神爱我们的心 因着圣灵把我们真的带到那个经历的里面 我们就感受到神真是可信的 我们的信心是这样增长的 信心的增长 没有秘诀 没有洁净 信心的增长 就是建立在爱的经历中的增长 当一个人更多的经历爱神 一个人更多经历神的爱 一个人更多经历在爱中肯顺服神 这一些的经历 在我们的生命中 就让我们的信心成长 所以信心成长让我们记住 不是自己骗自己 我要信 我要信 我要有信心 我就是相信 我不怎么样都相信 不是不是 那个是自己制造出来信心的感觉 那不是真正的信 真正的信 就是因为我们肯顺服 这一位神所说的话 我们因着顺服 就带下了经历他爱的真实 我们越经历他爱的真实 我们的信心就越能够增长 所以你看 当老约翰讲到这里的时候 他说神爱我们的心 我们也知道 也信 这个时候他不是在讲道理 这是他里面实在有很深的一个感受 他深深的体会到住在神里面的喜乐 甜美 所以他说神爱我们的心 我们现在真的是尝到了 神爱我们的心 真的是让我们觉得神好好 他怎么这么爱我们 所以我们就更多的信他 当他说到这里的时候 他下面就说了一句话 神就是爱 哦 弟兄姊妹 我告诉你啊 他这里的神就是爱 跟前面讲到神就是爱不一样了 前面讲的神就是爱 是一个宣告 是讲到一个真理 这里讲到神就是爱 这里是一个赞美 这里是一个敬拜 弟兄姐妹 我感谢神 今天有越来越多神的儿女 开始注重敬拜和赞美 但是很可惜 今天很多地方的敬拜赞美 是魂里的动作 不是真实的敬拜 不是真实的赞美 因为真实的敬拜和赞美 是在真理中更多的经历了神自己以后 所带出来的效果 不是借着各样的乐器 各样的环境 各样的气氛 让我们的肉体 让我们的魂觉得我们在敬拜身 约翰在这里讲到神爱我们的心 我们也经历了 我们也尝过了 我们也体会了 因此我们就更多的信神是爱我们的 弟兄姐妹 我深深的觉得 今天一些爱主的弟兄姐妹 一些肯服侍的弟兄姐妹 特别是一些传道人 我们非常非常需要 更深的 更真实的体会 神有多爱我们 千万不要把这位爱我们的神 在我们的忙碌里面 在我们的侍奉里面 变成了像法老一样 只会压迫我们 只会逼我们做工 只会让我们一天到晚在那里 盖成做砖 却不给我们吵的那一位 恶的法老王 弟兄姐妹 我们需要体会神爱我们 只有我们更多的体会 神爱我们的心 他疼惜我们 他宝贝我们 他顾念我们 弟兄姐妹 你越感受 经历 神的爱的时候 你越会赞美 你越会敬拜 你越有真实的安息 你就会说 神就是爱 这个时候不是道理了 这是赞美 这是敬拜 这是感性 住在爱里面的 就是住在神里面 神也住在他里面 当你有这样经历的时候 弟兄姐妹 你住在爱里面 一个人住在爱里面 是好幸福的事情 一个人沉浸在神的大爱中 当你体会到天上的飞鸟 天上的白云 当你体会到晴天雨天 当你体会到阳光黑暗 无论外面是什么样的环境 神爱我们 你就住在爱的里面 你被神的爱包围 你被神的爱充满 这个时候 你就是住在神的里面 住在神的里面 不是一个口号 住在神的里面 不是一个高不可攀的 一个理想 住在神里面 就是住在爱的里面 神也住在他里面 我们住在神里面 神就住在我们里面 我们真的感谢神 住在神里面 住在神里面 在我们的生命中 这是一件宝贝到不能再宝贝的事 这是重要到不能再重要的一件事情 每一个神的儿女 今天活在地上 我们都要非常努力地 学习 怎么样 住在主里面 穆安德烈 有一本很小的书 就叫做 住在基督里 有的翻译说 住在主里面 这一本书 神用着 在过去的年间 帮助了许许多多 爱主的弟兄姐妹 今天 神的儿女们 我们需要 靠着主的恩典 从外面的忙碌 进入到 内室里面的安息 我们需要 靠着神的恩典 从为神做工 进入到 与神同工 我们今天需要 靠着主的恩典 常常 住在他的里面 也让他 住在我们里面的 这个实际 在我们的生活中 显示出来 你知道吗 一个人 当你享受 这样子的恩典 享受这样子的 爱的时候 你的生命 会有几个 非常非常特殊的改变 第一个改变是什么呢 第一个改变是 在你的生命中 你不再有惧怕 哦 你知道吗 弟兄姐妹 今天多少的人 活在地上会怕的 你的生命中 还有第二个 很重要 很重要的祝福 会临到你 是你 不再会 虚假 第三 在你的生命中 你会发现 遵守主的话 变得好容易 第四 当你真的住在主里面 你真的经历主 住在你里面的时候 你发现一件 你做梦都没有想到的事 就是 你会成为一个得胜者 你不再是 失败又失败 失败又失败的一个 好像爬不起来的基督徒 住在主里面 这是基督徒活在地上 非常非常宝贵的功课 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功课 住在主里面 是建立在主 住在我们里面 住在主里面 是我们一生极大的祝福 我们要常常保守自己的心 藏在他的里面 藏身在主的里面 是我们人活在地上 最最宝贵的一件事 我们低头祷告 天父谢谢你 把这么好的福气赏给我们 但愿这些福气不是道理 不是理论 但愿这些福气 在你的儿女中 一天一天地成为真实 求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宝贝的名 阿们 我们一天地成为真实 因为学会比较逐于西安 耶和华的言语比较逐于耶路撒冷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您的观看 咨询贝的名称